尚主,一切都属于你的权限,谁也不能反抗你的旨意,因为你造了一切,即天地和天下所有形形色色的事物,你是万有的尚主。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宗,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彼你的心灵同在。 今天圣保禄很直接责备加拿大人,我们今天听到的圣保禄的样子比较严肃, 都是因为圣保禄他很关心他所建立的教会的团体,希望加拿大人会进步,会悔改。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比较,好像比较严格的天主提醒我们,这样我们才可以悔改,奉行天主的指引。 圣道离开时,我们方醒片刻,求天主框树我们。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四眼心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慧慈恳心众生,同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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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求祢垂脸!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祢以无限慈爱恩待我们, 远超过我们的功德和期望。 求祢光施仁慈怜悯, 赦免那是我们内心不安的罪恶。 上次我们在爱岛中所不敢需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靠祢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祢去圣神,有生有望。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徒至加拉达人书 无知的加拉达人啊,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已经活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愿问你们一件事。 你们领受了圣神, 是靠着遵行法律, 还是靠着听信福音呢? 你们竟这样如知吗? 你们曾依靠圣神而开始, 现在却愿意依靠肉体而结束吗? 你们所受的许多苦, 难道都白受了吗? 真的是毫无代价。 天主赐给你们圣神, 并在你们中间施展了大能。 是因为你们遵守法律, 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 因为他眷顾了他的子民。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 因为他眷顾了他的子民。 他在自己仆人达位的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大能的救主。 正如他曾借众圣者的口说过, 就是借他历代的先知所做的许诺。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 因为他眷顾了他的子民。 一位救主将就我们脱离敌手, 使我们摆脱敌人的掌握。 他向我们的祖先广施慈恩, 他常念及自己的神圣蒙曰。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 因为他眷顾了他的子民。 他曾向我们的先祖亚巴朗立誓, 赐我们脱离敌手, 无忧无惧, 生活圣洁, 行为正直, 虔诚是主, 终身不语。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 因为他眷顾了他的子民。 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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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使我们聆听你圣子的话 愿主为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夺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回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假如你们当中有人夜间到朋友家去 对他说 朋友请你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的朋友远到来我家 我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 那人在屋里回答说 不要打扰我了 门已经关上了 我们一家大小都在床上 我不能起来拿给你 我告诉你们 他纵然不因为他是朋友而起来给他 也要因他天不支持 以再恳求而起来 给他所需要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求一定会得到 你们找 终必找到 你们敲门 必会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是求的 就必得到 找的 就必找到 乔门的 就必给他开门 你们当中做父亲的 哪有儿子向他要饼 让他给他石头呢 或是要鱼 反而 反那石当鱼给他呢 或者要鸡蛋 反把鞋子给他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 何况天赋 难道不更把圣神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如果我们注意听今天的上道理 我想我们会发现 如今一根福音有一个共同的 至少一个共同的部分 就是圣神的恩宗 在读经音 最后保禄问 天主赐给你们圣神 并在你们中间施展了大能 是因为你们遵守法律 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 那 今天的福音的最后的一句话 也提到圣神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 何况天赋 难道不更把圣神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 所以今天的圣道理提到圣神的恩宗的问题 我们怎么要得到 我们要做什么 为了得到圣神的恩宗 还有今天的读经音还有福音也提到很重要的 另外的问题就是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按照比较保守的加拿大人 本来是很亲战的犹太人 他们想要遵守法律 这种的基督徒 他们就是要继续他们很熟悉的模式 就是要遵守法律 这是对他们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 可是这样他们失去了 好像失去了感觉 因为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就像孩子跟父亲的关系 应该有感情 如果只有法律 缺少这个感觉 爱 缺少爱 那我也想到 小时候 因为我算是在乡下长大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邻居很熟 就像好朋友一样 所以有时候 这个跟今天的福音有关系 有时候我们的邻居 因为他们煮菜 然后突然发现缺少什么食材 什么东西 那如果要去买 那就有点远 所以他们到我们的家 那位什么太太 找我的妈妈 可以借一下鸡蛋 或是什么面粉 刚好没有了 好啊 没有问题 当然可以啊 随时 几乎随时都可以 还有呢 为了借小小的东西 我发现我小时候蛮惊讶 那个我的邻居跟我的妈妈开始聊天 我聊很久 我忘记了到底要拿什么东西 只是很开心的聊天 很可惜可能现在的社会已经没有这样的关系 真的以前我们想念这种的很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跟天主应该也是应该是这样 不只是法律 我们那时候我小时候我们跟邻居没有签什么合约要遵守什么法律 这是很自然的 就是那种自然的互动 很好的关系 所以我想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当然我们需要诫命 要遵守 规定 不过还是要用 亲切的 跟天主的很亲切的关系 更好 我们随时可以跟他聊天 聊很久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您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意深重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以你的旨意为主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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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爱你 我们却以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名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侍奉你 主请以你的宠爱 墓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施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力永生的天主 求你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世欺恩的安慰者圣人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此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此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此我们超见及明大之神 阿们 求此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操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持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上心人的意愿 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贤良 愿你的国爱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瑞永的食粮 求你放属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放属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欣赴救过 但求我们免于凶恶 希望今天我们也会有时间 跟天主好好地聊天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亲爱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圣道礼 礼成我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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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